第二位我們就邀請Danny Danny就是我們的專業ISO審核司 公司名字就是橫額的國際認證 他的職業就是董事 公司就在桃瓜華,年資已經超過20年了 家庭有父母、姐姐、姐夫、愛生、一隻貓、一隻狗 也是一個大家庭 葉如愛好喜歡很浪漫 喜歡逛逛沙灘、在家裡看電影 約朋友吃東西、喝東西、喝水 最感興趣的事我也需要 就是找人幫忙 期望做一個心理滿足的人 秘密也是 問問他有什麼秘密 成功關鍵在於天時、地利、人和 所需要的合作夥伴和引戰 就是ISO管理系統顧問 以及職司、測量公司、建築工程師、室內設計 裝修、建築材料工程、太陽狼供應商 機店工程、消防工程、所有工程都適合他 好,那我就將時間交給Danny 各位早晨,我是Danny Chan 公司是環納國際認證有限公司 我是一個ISO的主任審問師 亦都是應該是BNI唯一一個FDA 美國營受性的亞太區的主任審問官 可以幫FDA在亞太區進行FDA的認證 亦都是國際審核司註冊局 諮詢委員會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唯一代表 我們公司是環納國際認證有限公司 大家會看到一個叫IAS的標誌 那這個是什麼標誌呢? 其實這個就是審核我們資格的一間 美國的官方政府的機構 那它是under什麼呢? 大家會看到一個藍色的地球標誌 那這個是什麼呢?這個叫IAF的組織 那其實一個等於國際聯合國的組織 那它是一個世界認受性的一個 由163個國家組成的一個國際組織 那所以所有的認證大家要認清 那最高權力的就是IAF的Logo機構 那所以我們每一張搜尋上面都會有IAF的機構 那就是等於你在這163個國家的政府都是承認這張證書的 我們頒發 那另外一張在北美或者南美北美美洲那邊 比較認受高一點的就是IAF的Logo 那也是美國政府的一間機構 那第三個好像一個地球的標誌就是我們公司的Logo 所以我們的認證上面是有這三個Logo的 那將搜尋去到其實這163個國家都是政府都認可 那ISO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系統 那最簡單就是9001就是質量對於一個產品或者一個服務 一間機構或者一個公司進行一個認證 那還有一系列 比如說140001就是一些環保的認證 一個450001就是職安建的認證 501001就是一些能源安全的認證 那客戶呢 有些公司就針對客戶比較多些 譬如有賣業管理他們就會拿到100002的 那還有一些社企的一些責任就是26000 還有一些最近比較流行的 就是一個訊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 就是關於27001的 那還有食品安全認證 剛才說的最高規格就是FDA的 那香港政府食環署就認可22000和HEPCEP的認證 那接下來謝謝 那剛才說了ISO是一些什麼機構呢 其實ISO是1947年就在倫敦一個會議上面已經成立了 1947年在倫敦 包括了163個國家的成員國 那香港是成員地區 就不是成員國 因為香港是under中國 那因為身份特別 所以在這個ISO這個席位上 香港都有一個代表的 就是代表中國香港去代表 那每年就是我們 因為國際上有不同的標準 就是不同的標準 那ISO本身它的標準就是 大家統一了一個標準 那麼這個標準under ISO不同的一個標準系列下面 由一些第三新的認證機構 就像我們這樣 就去頒發這個標準的一個認可 那所以在這163個成員國 其實大家都是互相認可的 就是這樣 那下一張就是一張比較簡單的standard 我們頒發的證書 這個就有一個9001的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Logo有一個Q字 就是Quality 就是質量 對產品或者對服務都可以的 那麼下面左下角有兩個Logo 認清這兩個Logo 因為一出了香港之後 其實最主要是認這兩個Logo 就是IF國際組織 還有如果在美國就認IAS這個 那就變成全球都通行的章證書 那下一步 那也很感謝一些會友 我們IQuality會友的一些認可 也都頒發了不同的證書給他們 已經進入了第二年 那麼我們公司大概現在已經有300張證書 就是頒發在香港不同的各項行 那麼下一步 是 這個就是我的表演 有三支紅酒送給特陣抽象的各位會員 謝謝 謝謝 謝謝Danny 謝謝Danny 謝謝Danny